都说爱屋即屋 但是我男朋友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我有一只养了三年的狗 和一个谈了一年的男朋友 但是他们老是合不来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么介意这只狗 我之所以介意这只狗 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它瞒着我狗的来历 所以我不能接受这只狗 我也是为了它好 其实我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在平时的相处中 也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问题 他就不能多迁就我一下吗 我已经很尽力去迁就他了 但是他总是 这个问题真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他们的爱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这取决于 人和狗之间 后来谁胜出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曲 23岁来自四川实习销售 女嘉宾小蔡 24岁来自四川美容顾问 来 有请 有请这队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这个显然有一个事实 是不容回避的 你吃狗的醋对吧 对 我第一个疑问就是 你说它隐瞒了狗的来历是吧 这狗是从哪来的呀 这怎么了呀 它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 这只狗是它朋友送它的 然后我就没耽误一回事 后来的时候它突然告诉我 这只狗是它前男友送给它的 然后我就觉得 被欺骗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地难受 特别地生那只狗的气 不是 你生那只狗 什么气呀 它要真养宠物的人 不能因为这个 它就把那个宠物一气了 对不对 还要坚持养 没什么呀 孩子 但我觉得它隐瞒了 那个狗的来历 就像欺骗了我一样 所以说我心里 就接受不了那只狗了 你接受不了 就因为那狗狗 就因为它 然后那个狗狗 现在在我朋友家里养着 都已经长胖了 那毛也特别地难看 然后就觉得特别心疼 然后现在想把它带回来 然后它就死活不答应 跟我大吵大闹 这个狗狗除了是因为 它前男友送的 还有别的影响 你没受过 还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那个狗 都影响到我了 就它那个狗 我就感觉特别地不听话 然后特别地不干净 就我第一次去它家玩的时候 它那个狗 就一下子跳在它的枕头上面 就拉了这么大一坨 便便在上面 不是 主持人 我那个狗狗才这么小一块 你知道拉这么大一坨便便 就因为这些东西 我关注的是 有没有拉便便 有拉了 但是也不是因为 它说那么大一块 对吧 重点在于这个狗狗 有没有拉便便在枕头上 有拉了一两块吧 就小狗狗 小太体那种 以后好好地管教它 要教它 而且它的狗就是 真的就是随地大小便 每次进它房间 就感觉到处又是狗尿 又是便便的 就感觉对它影响也不好 所以说我就特别不支持 它去养这个狗 拉尿 拉舌 不都是我自己给处理的吗 没有叫你处理 每次都是我弄的 我说句大概不懂行的话 我觉得如果一个宠物 在家里面这样 不是因为宠物的问题 是因为主人的问题 不是 是因为它的问题 完全是它 就之前还挺听话的 都特别乖 就因为它的出现 我觉得狗狗可能就是 感觉到了 敌人来了 对对对 敌人来了 然后狗狗就想霸占那个位置 可它就那样 你看它说 狗狗要霸占那个位置 这个我们倒知道 动物嘛 对不对 气味圈一点嘛 那这狗狗咬过它吗 狗狗没咬过它 没攻击过它 那狗还没有咬过我 但是把它给咬了 为什么呢 那个狗就是当时我带出去嘛 然后它觉得外面太好玩了 然后就不想回家了 然后它就想把我们送回去 然后我去逮那个狗狗 然后狗狗就咬了我一下 但也不是很疼 它从来就不会跟这些小动物相处 它特别喜欢那些小猫小狗的 不管是外面野的 还是别人家养的 它都会上去就是抱 要不然就是摸 就隔三差五的 它手上就会有一个口子 然后有一个疤 全都是你去猫猫狗狗抓的咬的 那不还因为你把我那狗 给送走了嘛 你把我狗狗送走了 那我就看别人家的小狗狗 小猫啥就太可爱了 我就想去抱一下 我就不小心就被它们给咬了嘛 就是